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各位观众朋友 对于每天现在公布疫情的数字 你是很惊吓 还是你慢慢习惯了这种 今天又有1533个确诊的部分的人数 各县市也都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当然现在主要就是有关于快筛季 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讨论 是对于说 现在卫福部通过了一个快筛季 唾液的这个快筛季 唾液很重要 因为尤其对小朋友就不用去搓鼻子 但是现在竟然被发现说 这家公司的背后的主要的部分股东 竟然是高端的这位总经理 陈灿坚 那么这家公司叫做 福佑达生物科技公司 那么现在包括徐晓星跟立委高文君 都提到说 现在竟然怎么又给这个 而且还是做贸易 就转手进口当中 现在3000万计就可以赚十几亿 那么高端补票翻了又翻 难道赚的还不够多吗 而且还有网友提出 踢爆说其实不只是这次 这个唾液快筛季 包括机场检测的时候的PCR 很贵 将近5000块 也是福佑达公司 也是陈灿坚这个公司 究竟陈时中部长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所有的这些特许 或这些机会 都是给高端的陈灿坚的公司 那么这里头是不是有一些 双标的标准 因为对照者 包括前卫生物社长杨志良 他本来在民间当中募款 他明明就要捐 1000万的 1000万是中国制的快筛季 但是现在最后竟然被 食要署审核不通过 明明国际上大家 欧盟都在用 为什么不行 结果说法是说 因为他有一些文字产品 提供的文字产品不清晰 这些原因 这是不是一个技术上的双标 民进党的部分双标文化 也最近出现一个 在民间当中很受到讨论的 就是民进党的云林议员 严旭帽 他竟然走私上亿毒品 这什么回事 那么贫通地人署 求储无奇徒刑 这么重 而且这里头 事实上证明了 这位神秀旭帽 真的就是所谓 真的地方上的黑金人士 又牵涉到金钱 又牵涉到毒品 那么他在2021年的期间 跟许多人共商运毒 那么对于他的黑色的 包括运毒的部分背景 那么民进党其实淡淡的表示 这地方党部 还没有到中央党部 说胎除党籍 那么对照 大家是不是想起 在先前包括对严宽恒的 种种的部分的背景 一些地方上的这种风声尔语 是怎么样的踏发 而民进党自己的这种双标的状态 我看是不是是不是 其实从疫情到地方 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他有一个地方很厉害就是说 比较不利的讯息 他就尽量淡化 包含我们刚刚讲的 为什么总统在面对 787的美国议员来访的时候 公开要求要买这事情 为什么可以淡化两个礼拜过去 连我们国安局长都讲说 那突然爆出来 第五众队 认识出来 因为当时根本把这个新闻隐匿 现在民进党有地方议员贩毒 他不常叫说开除党籍 与我无关 他不会回应你 他已经讲我开除党籍了 就过了 就翻一页了 但是如果是不是民进党的 国民党的甚至民众党的 那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媒体 不断讨论他 讨论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 看过去这两年 其实民进党补破王的能力 是第一名的 在台湾第一名 世界我不敢讲 一开始没有口罩的时候 跟大家讲不用戴口罩 还请医生拍那个 卫福部的宣传广告 真的不用戴口罩 后来不戴口罩 你试试看罚钱 因为口罩有了以后就戴了 口罩没有跟你讲不用戴口罩 一照难求 然后疫苗难求 疫苗我们买的不够 以为说我们自打流感的量 所以不够了赶快去买 所以我说补破王补很快 现在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两天我刚开车来 TVBS我看到 药局门口好多人排队 大家买快塞 但是出现两个问题 一个是买不到 第二个是 长辈们出现很多 不太会用 他不知道怎么样把那一个 就是试棒放到鼻腔里面去 所以弄得不准 这时候拓意试的快塞 当然是很好 可是讲多久了 之前去年就很多有 包含郭泰民同事长也有讲过 他有拓医师的 没有人理 现在才想要有 所以该有的赶快去补 只是就这么巧 唯一支持坚哥 只是这个坚哥不是王世坚 是陈灿坚 都是他 机场是他 快塞四季是他 疫苗也是他 这个事胜人家的伤愈了 他都拔得头筹 就表示说我们不对他情有独钟 只能说他的表现 可能都是评比第一名 所以都选了他 但这个部分为什么都是选择这家公司 各个都是PCR快塞疫苗 我也不会要跟国人讲清楚 但是东西要有用 而且价格要合理 这点很重要 有 指揮中心有讲 李平穎说 土利厂商本来就天经地义 最后都弯到巷子里头 对 都看不到那个镜头 这个我们现在 今天我去扫街也是一样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疫情产业链 这个疫情产业链 比排的这个队伍可能还长 什么意思呢 这个疫情产业链我观察总共有四个东西 就是当大民众在受苦在排队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是在排队 可是有少数的人是在产业链里面赚钱 赚什么钱 从一开始的口罩 对 到接下来疫苗 再来PCR现在又有快筛剂 99%的人在排队 可能不到1%的人在排另外一个队 那个叫疫情的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大概赚不少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疫情是大家在受苦 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有少数人 好像在里面一直捞 或者是说为什么都是他 我觉得这个疑问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蔡政府 不管是我们 应该要给国人一个交代 反正就是说至少你要把很多的东西 给我们要足够才对 对 有关于疫情产业链当中 你相不相信这里头 有一些利益在里头 还是说就刚刚讲 土力厂商是政府天经地义的事 您同意这样的手法吗 请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闻大百话 欢迎回到新闻大百话 在这次疫情过程当中 赖要说我们看到民进党 再度或者是 我们的支援指挥中心 这个双标 又还是忍不住出现了 我觉得目前的疫情已经破了 就是每天都是万了 现在已经到一万五了 而且还会一直增长 对 有很多的模型 科学家的模型都会告诉你说 台湾的感染者可能会到上百万 是的 那就很明显的就是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失败了 失败了以后就回归正常 回归建制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口罩乱 不会有疫苗乱 不会有快筛计乱 因为都回到现场 然后各个平本市去进口 各县市政府平本市去进来 我觉得都回到现场 指挥中心猜测 我觉得这是目前来讲 解决台湾防疫乱象的危机 就是让陈思忠回去好好当心